謝謝 沒有什麼神秘 今天好像是家裡大人都在忙 我是值班大人 值班老人 大家好 經過這麼久 我剛來還蠻擔心的 然後每一次在風裡 雨裡 還是可以看到大家 那自從這個公投案 好像國民黨的公投案 沒有在進行以後 好像似乎會覺得說 少了一點動力的感覺 好像這個事情沒有事了嗎 剛才我才拿到那個 張媽媽 張媽媽 張藥房 大埔的張媽媽 送來的薑糖 這邊有很多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點溫暖 這樣的一點心意 一顆糖 這是在我們都以為 應該民主很進步的地方 受到這樣的待遇 然後先生走了以後 他仍然在做一顆江糖 希望來分享給大家 各位台灣真的一步都不能往後退 不是說公投法不通過 是說關於核能 是說關於土地的正義 是說我們的大自然怎麼保護 是說這些事情真的一點都不能退步 雖然今天大家在風裡來 不管每次活動在雨裡來 好像 好像 我們都會感到很振奮很溫暖 但是我們真的知道 只要我們離開這裡 我們打開報紙打開電視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力量 好像還是很微小 但是你說真的微小嗎 公投法也就停滯下來了 所以各位真的 台灣一步都不能後退的事情 真的就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希望大家在生活裡 來到這裡 我們在什麼地方 我們都一步都不能退讓 然後我們記得這顆姜糖 互相給予溫暖 謝謝 大家好 今天是我穿最漂亮的一次 我每次都穿那個運動服來 今天穿得漂亮 不是要參加什麼大的活動 是因為我們的總教練 吳以風先生叫我一定要去 因為他的秋香快要上篇了 他非常焦慮 又快要得憂鬱症了 今天晚上他剛好有一場非常重要的 那個四片晚會 希望募款 他叫我一定要去 那我說可是我五六一定要來 因為你不能來 柯一正導演 又在高雄 又在高雄那樣要演出 大家都大人不能到 我一定要到 所以我就先來這邊 等一下我就趕去他那個試飲會 回到那個今天這種 我們這樣已經做了36場 剛剛那個周美慧阿嬤 其實蠻感人 她來了三次 然後今天帶了風車 就讓我想到說 其實很久以前 也有一個那個中央研究院的 中央大學的一個王俊秀老師 他也帶來腳踏車發電 在後面擺了一台腳踏車 我還上去騎一騎 證明說腳踏車可以發電 全世界都有人在做 我覺得都蠻可愛的 而且大家都很年輕 都不太知道周美慧阿嬤 還有她先生是何方人物 我剛剛才知道 周美慧阿嬤的先生 是台灣的第六屆大法官 叫戴東雄 那可能各位也不太認識 因為他已經退休了 可是你要知道 在台灣有非常多地方 有一些人 你好像不太知道他 可是他對台灣做的非常多 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那個戴東雄大法官 在他任內 他通過了 他做了好多違憲的判定 那些違憲的判定 都是非常沒有人權的 比如說在軍隊裡面 逃犯立刻槍斃 或者抓到一個人 可以罵檢 非常多沒有人權 還有一個最沒有人權 就是男生到了16歲 就不能夠出國 因為要當兵 那就有人不服氣 就去上訴 最後告到大法官的時候 說這個是違憲 16歲不能出國 男生這條是違憲 找不到任何憲法 所以後來從此以後 16歲以上男生 可以出國去旅遊 這種大家都不太知道 這麼一件重大事情 其實就是要有人守在那個地方 做最後的判定 像台灣目前這種狀況 很多事情做到最後 沒辦法判定 包括總統做的事情 行政院長做的事情 沒辦法判定之後 最後大法官其實可以做 所以各位不要小康 今天站在台上的每一個 他來的人 其實都是我們台灣 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 一直會持續下去 那上個禮拜 那個活動結束後 所有的志工留下來 開了一個會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說 原來我們租一個辦公室 準備要公投 公投的時候 這個下半年 要開始全台灣巡迴去演講 做最後的決戰 可是立法院現在 把公投這個案子擱置了 也不曉得是好還是不好 好的原因就是他不敢再通過 因為他覺得大概不能通過 可是不能通過 其實大家都知道 核式已經蓋差不多了 就像經濟部長講說 其實沒有公投的問題 因為核式已經蓋好了 就是你們不管 投不投我已經蓋好了 現在只有安全檢查的問題 問題是安全檢查 也非常昂貴 動不動就幾百億 要立法院通過 所以我們這個辦公室 本來是要準備 利用這個半年來衝刺的 沒想到他用公投 一擱置可能會擱置一年以上 因為明年可能是選舉的年 他就不投了 因為一投公投 可能對執政黨非常不利 可是各位不要洩氣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把辦公室退掉了 然後我們現在 真的是被他激怒了以後 大家更團結了 我們準備成立一個透明的聯盟 這個聯盟將跟所有的台灣的社會 運動團體結合 變成一個更大的聯盟 然後我們從來對外都不要募一毛錢的 包括我們這個現場 你看到所有東西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跟社會拿一毛錢 更不要 不要說跟政府要錢 跟民間都沒有要一毛錢 當我們這個透明聯盟成立之後 我們就要向內政部登記 成為一個協會 我們要開始募款 我們真的要跟政府來 做一個長期的一個對抗 所有 所有 除了核資之外的所有議題 各位已經看到了 我現在所有的問題 除了公益 勞工 還有這種土地徵收 到最後人權的問題 已經到了 現在這種 食用油的問題都來了 各位可以從食用油 看到多可怕的問題 就是有多少 黑心的企業家 包括最近大家看到新聞 是那個 衛家那個頂心 這麼大的一個集團 他的油都是有問題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們是我們台灣 最大的慈善團體 實際的團體的一個最重要的 三個護法這種角色 所以那個實際上人知道之後 非常害 非常生氣 因為他趕快趕來台北 想要見他們 因為這三個人其實是實際 重要幹部 幫實際募款捐款 講到這裡你就知道 台灣是個多麼偽善的社會 這個偽善的社會裡面 你看得到很多人 看起來是非常善良 好像在做公益 他其實背後什麼事都敢做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偽善把它揭開 台灣社會其實是蠻善良的 蠻多元蠻包容的一個社會 可是中間絕對不能有偽善 各位可以看到非常多偽善的事情 我在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最近講到多元成家 同性戀婚姻 同治婚姻 這個多元成家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同治婚姻 第二個方案就是伴侶制度 第三個方案就是那個多元家屬 結果目前只有第一個方案送到立法院去 所有反對的人都提出來講 一大堆理由 那個理由都是完全是道德的 說什麼 講得都非常難聽的話 可是他們都很喜歡講說 其實我很尊重同志 我很愛同志 可是這個法案有點問題 這種就是偽善 就是非常非常偽善 你說你愛同志 你喜歡同志 你尊重同志 可是那個法案本身非常簡單 就是讓同志享受跟一七年一樣的法案 就是我們倆結婚之後 尤其我們租房子可以跟政府 申請這個租房子的一些貸款 比較低貸款 買房子也可以低貸款 還有醫療設備 什麼都享受 有婚姻的這個關係而已 跟所有的其他東西都沒有關係 其實心裡面很歧視同志的人 他嘴巴說愛同志 尊重同志 可是他當那個法案要通過的時候 這個法案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一心念的婚姻的所有的權益 他站出來 像這種就是偽善 台灣社會充滿這種偽善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把它揭發出來 所以剛剛講到這裡 我就跟各位朋友講 你們不要小看我們這個運動 每次來這邊的人很願意上來 都是完全是自己願意來的 而且我們只要堅持下去 就會有很多人一直願意來 像中美會阿嬤也是來了三次 他原來也沒有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還有很多很多人一聽到我們這個活動 堅持那麼久 他就會來 其實我們就是用很簡單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方式就是我們一直堅持 一直堅持 然後有很多很多人關心這個議題的 他就會自動來 把他力量貢獻給我們 其實當初的共鳴社會就這麼簡單 我們沒有別的方法 我們就這樣做 因為我們不會偽善的 我不會說在這邊講完之後 回去把自己家裡的店好好的享用 然後背後講一套 我不會的 我們這群朋友都不會 其實我們做了半年以上 很多人來跟我們聯絡說 願意捐錢 只要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就 他們就願意捐錢 或者是約我們來約他 問我們要什麼 我們都沒有答應任何一個 連見面都不見面 因為我們要的就是 我們不要任何東西 我們就在這邊堅持到 我們要的目的達到 我們要平見何事 還有其他的社會運動 我們要支援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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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校園老師